你为什么不去那边吃啊 我烤一把吃一串 早饱了 你是不是吃醋了 是我妈主动拉她聊天的 我真的不喜欢诗音 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她 你不要再说我俩是一对了 开玩笑也不行 是不是喝多了 喝了 我喝了不少 但我没醉 行了啊 你别吐这儿了 你不会儿呛啊 我帮你 不用不用 你别添乱 别添乱了 你快去那儿坐着吧 你怎么了 说什么呢 你今天就一直在疏远我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还是你突然你就 考验我了 没有 没有 可能是你刚拿了冠军 好像主任对我们要求高了 我压力大 真的 其实我今天让我妈 把那些奖牌寄了 我是想给你看 行了 一个跳高第一名 一个短跑第二名 够了啊 别炫耀了 我没有炫耀 我想给你看这个 十到十二岁少年组跳高比赛第一名 其实我当时九岁 我谎报了年龄才参加了这个组别的比赛 但是所有的选手都比我高半个头 但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能赢 我也确实赢了 可以 很有胆量 运动员最怕的就是 大赛参加的越多 胆量反而就变小了 我不会的 我以后也不会的 好 我相信 干吗 送给你了 这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你还是自己收好吧 就是因为有纪念意义所以才送给你 以后我会拿全省冠军 全国冠军 世界冠军 奖牌我都会给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